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我是文荣 今天这边是中正纪念堂的一馆展览厅 这个展览是一些资深藏家 把他们家里面最珍贵的东西拿出来展 包括了有摄影、油画以及当代的古代的古今的一些大家、大师的画作 还有宋代的比如说乳窑这些瓷器都在这里 这一幅很荣幸的因为资深藏家已经收藏了 所以展出在这里 这一幅画我在创作的时候 就是当时是有疫情的 有疫情的关系 我桌边有一些人包括我自己 那时候我在曼谷都回不了家 见不到自己的家人 然后我身边甚至有朋友 他很急的想要回到台湾去见他心爱的人 但是这一隔就很久 于是呢 我把我这个想法跟思念呢 画成一幅画 藉由这一只蝴蝶呢 这么薄弱的身体 但是呢 尽管是大雪纷飞 哪怕是又下雪 然后风又很大 他都一样不会阻拦他这颗爱的心 一心要奔向他最爱的人 见上那么一面 然后这个月亮呢 他也是代表一个团圆的意思 所以这幅画叫情有独钟 就是不管经过多少挫折 就像梅花一样坚毅 也像这一只很瘦小的蝴蝶 再冷他也要飞往爱的人的身边 然后在这个创作的时候呢 因为宣纸 这是深宣纸 我必须要先做打底 打底完之后呢 待它干了以后 我才有办法去画 那这张画呢 比较特别是 我没有做任何的预先构图 我就是心 心到哪里 心想到哪里 我就画到哪里 对 那里面呢 也将这个绿二酶 这个是绿色是绿二酶 它的炎氧侧边背边 各种角度的梅花 我都画了 包括含苞带发 然后这个 里面也用了这个云木 然后来增加这种 像大雪在飞过去的感觉 仿佛你走过去 就好像有这个下雪的 一种氛围 这是我创作的灵感 就是我创作的灵感 感谢观看